设法界一真状一 是一时更新 它变得快 真的像我们这个电视频道一样 你一按频道 画面立刻先去 没有先后 没有哪个人先 这一画面先后面又来一个 同时先 所以宇宙是同时出现 没有先后 那么像种种变化了 那是你的念头 你念念不一样 它就起变化 这个道理要懂 这个道理懂 我们要想消灾绵难就很容易了 中年以上的人 大家都很重视身体健康 你明白这个道理 你永远健康 你不会有一点毛病 为什么呢 就要心健康 一切的病痛从哪里来的 从妄念来的 尤其贪嗔痴 佛告诉我们 贪嗔痴 叫三毒 这个毒是什么 病毒 三种 最严重的病毒 如果贪嗔痴没有了 你怎么可能生病 怎么会生病 没这个道理 所以佛家治病 要不要医药 不需要 要不要什么手术 也不需要 只要你的念头一变 你整个身体里面 细胞统统产生了 所以佛说 戒定会 一念念跟戒定会相应 就把贪嗔痴 转变成戒定会 戒定会是最健康的 转三毒 为善得了 戒定会是善得 这对自己身体来讲 应用在家庭 你的家庭是美满 幸福美满 如果这个社会上 大家都懂这个道理 我们这个世间 所有一切灾难都没有了 灾难是从哪来的 贪嗔痴来带来的 夜感 我们起心动念 山河大地 所有物质 现在通通知道 这个话 在过去 我们只有天生 一量 佛说 现在人不相信佛了 佛说的话能算化吗 现在相信科学 有试验 通过试验 有证据 日本将本身博士 用科学的方法试验 真的证明出来 物质现象 真有 见闻就知 真的有 受想心事 我听说 有一些小学生 老师带着学生做试验 用什么试验呢 水果 香蕉 苹果 同一个树上 摘下来 把它放在两边 一边对他说一些 善言善语 我喜欢 我爱 这边说 我讨厌 我恨 每一天你经过这边 用这个语言去对他 这个心态去对他 一个星期之后 接受这个善的 祝福的 他保持的样子 保持的很好 善出香味 卧翼对他那个 他颜色变了 变黑 气味很难闻 水果实验 做出来了 他真懂得人的意思 再于是用米饭 用年晚饭 用馒头 一锅蒸出来 也用这个方法对他 一两个星期之后 善意对他的 他发酵 颜色渐渐变成了淡黄色 气味方向很好 另外那个声 他已经浮化了 黑了 气味变得很难闻 这是拇指啊 这是矿物啊 饭已经米煮成饭了 面做成馒头了 这个不能算是僧物啊 那不能算是植物啊 从这些事业 你就知道 是真的 不是假的 我们起心动力 佛菩萨知道 归于神知道 一些人不知道 人本来是知道的 他为什么不知道呢 他心烦 他的意乱掉了 我们今天讲的是 心浮气躁 他把他能力失去了 所以 心地亲近 有定功的人知道 我们懂这个道理 要回头 如果不回头 就是我们对不起自己的灵性 灵性 迷了的时候 就叫灵魂 在六道里面 出不了六道 叫灵魂 灵魂 就变成灵性 超越六道了 大臣教太殊胜了 长时期 接受 大臣教的讯息 这是世界 最有福报的人 最有智慧的人 为什么 他逐渐逐渐明了 我们是反复 自己没有定功 没有开文 但是 接受 大声 大喜 这些尖叫的讯息 讯息的时间 久了 所以没有觉悟 说 对外面的事情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身心不一样 自己学习这个法门 身居信心 而且知道 这才是我一生 最重要的事情 其余的 多重要 看到世间人 迷惑 造业的这么多 自自然然 怜悯心生出 这些佛话一般讲 慈悲心 悲心是怜悯心 同情心 这是自信里的悲 我们遇到了 那就有这个义务 有这个责任 要帮他也帮 他不接受 那是他自己的事情 他不接受 所以他去 为什么呢 他没尝到苦头 尝到苦头 他就回头 艳于守卫 不见棺材 不流泪 到他流泪 有回头意愿的时候 再去忘记他 我会继续